词曲 李宗盛 嗯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要让大家看到你随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Yeah I'll be your baby girl for 当你听完之说歌 心里的独白 因为不用害我都知道 说说对这首歌的感觉 我觉得声线很好听 可有的地方好像有点用力过猛 特别是在转弯的地方 感觉有点刻意 你觉得这样一首歌 是什么样的人唱的 新人吧 再猜猜 不会是您吧 这是我二十年前 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唱的 当时我的老师 也是我乐坛的一位老前辈 和你说的一样 是我用力过猛 应该学着往里收 杨真真 你的感受力非常好 这公司不是要考核裁员了吧 我 我知道 我还没有找到郑伯旭 然后也没有一定的把握 能让他在明天之前 跟粉丝进行直播互动 这件事我已经听说了 你做得非常好 如果不是你当时出来解围 郁红面对那些小粉丝 应该也会有不少麻烦的 郑伯旭呢 暂时不是我们公司的重点 我今天找你来的目的 是想和你了解一下 余紫睿的情况 我听常然说 你跟她的私交很好 是吗 还行 那她在怒放的发展怎么样 你知道吗 怒放公司不大 所以有些资源会受限制 紫睿自己很努力 所以公司也在拼命地 帮她打开局面 那我换个方式说 如果她到我们星空娱乐 会不会发展得更好 您是说 之前我也找紫睿聊过 但是有一种种原因 她没能签到我们公司 后来跟怒放签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 一直觉得挺遗憾的 现在我们公司 艺人格局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能把余紫睿 签过来 我觉得对她 对星空娱乐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余紫睿来了 郑伯旭怎么办呀 你应该也听说了 新闻发布会之后 外界对郑伯旭 有种种的传言 如果她有什么变动的话 你这个小助理 是不是应该替自己的前途 考虑考虑 公司还是要卖掉郑伯旭啊 这个还不确定 公司还在研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 她不再是星空娱乐的 核心艺人 所以呢 我希望你可以把余紫睿 把余紫睿签过来 我希望我来自计划 只要能在你团队 我希望你将在团队 就可以把余紫睿 几个道理 你的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这活血 我不喜欢这种长相的男生啊 太秀气了 我喜欢胡子拉叉的那样 拜托 你那是大叔控好吗 味道不一样呢 我跟你说他们现在这都得整容 脸上都得拉刀 肖谷呀 磨皮呀 电钻肺道 一通装修 亲妈走对面都不认识 不是听说他被封杀了吗 说遇上什么事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们娱乐圈的人啊 根本就不在乎名声好坏 他们呀 就怕没新闻 那 郑博恤之前 跟那个特别风骚的女演员 也是炒作啊 应该是吧 十八九 你看那个人 自己都这一款 大白天的 舞得严严实实的 现在的人呀 都以为自己是明星 等等 你说我们要不要 把那一支口红给买下来的 四十三号的 嗯 对 这个人怎么老跟着咱们呀 是不是郑博恤的铁膏粉啊 娃娃娃她偶像 又吸太深了 不过你别说 长得还挺像的 站不开 芯芯 干嘛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紫瑞人呢 你找他干嘛呀 是不是下定决心 准备要 好 我跟你说正经的 他人呢 好好好 走走走 排练室 我带你去可以吧 这么急还不告诉我是吧 来 五六七 走 紫瑞 你们先练 走 你们 你们先练啊 我们家正经事要过来找你聊点事 那我就先去忙了 你们俩聊啊 聊 坐 昨天喝那么多酒 没事吧 脚呢 有没有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 你处理那么好 全好了 哪有那么快 没事了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换个地方呗 这么多人 重要的事不仔细听就好了吗 不还有换个地方得多重要的事啊 好事你放心 紫瑞 紫瑞 快 在这儿啊 快 帮我出去一下 骞哥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星空娱乐最优秀的员工 杨真真 你好 杨敬 你好 别听他瞎说 怎么了 货不担心 又出事了 你过来一下 好 咱们俩 得出去的 这次的事要去接受 好 快点 那我去了 那我去了 不是 这么快就聊完了啊 聊什么呀 事还没说几句就被杨敬叫做 难怪呢 怎么呀 你今天火急火燎的过来 什么事啊 说说 不告诉我 反正你以后以后出动 还给我保密呢是吧 行 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听了 反正如果不是告白的话 你也不要跟我讲了 难得听 工作去了 还说 我说你不是搞错吗 你说中不去最近使我手机坏了 那次我只要一招物子锐 她一定会招务 可今儿连个阴影的东西 你这是在这儿等着一个 然后心里还想着一个是吧 这不对 一脚太两船 容易两头都落空的 你注意点啊 能不能行啊你 我最近已经够灾了 我两头都是为了工作好不好 我还都是为工作呢 那行佩服佩服 你呢就好好为工作生活吧 我也要工作 我原谅你的过错 即使你已经沉默 可我能感受得到 你爱我却控制不了 因为我对你来说 是最美好的出现 任何你爱的人都会受到伤 爱的是我却依然不会退缩 路过一切阻碍的去爱你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而我没有让你走到 人唱得怎么样 实在不行解约以后 你也可以来这儿啊 珍惜不放弃 让你做回自己 其实我都懂 是我不想 行了吧 走吧 这有什么好听的 这真人唱 唱得挺好的 你想听真人唱的 我可以带你去听演唱会 对 别闹了 其实你已经沉默 可我能感受得到 你爱我却控制不了 行了吧 走吧 怎么给他点钱呢 给钱 是最美好的出现 没有 我没得领钱 我看你整个也没有 不是 他唱得挺不好听 你也给他钱 你这还没半天啊 给人家点怎么办 不是 他没练 他唱得挺好 我跟你说没领钱了 你走走走 你听这得给钱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而我没有让你知道 虽然我们时间不得 手下跌 你这些男的就是这样 自己买个眼镜 把没没到 亲人唱个歌却一分不挑 我不想去揭穿他而已 可我能感受得到 你爱我却控制不了 因为我对你来说 是最美好的出现 是最美好的出现 人和你爱的人 都会受到伤害 但是我决定 让他有一点错 不顾一切从来的爱去爱你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而我没有让你知道 虽然我们时间不得 剩下的日子 我会珍惜不放弃 让你做回自己 其实我都懂 是我不想 去揭穿他而已 手机里的照片 买不定的出现 是命运的笑脸 仿佛却在我面前 渐渐消失的他 越来越弱的模仿 这份爱还没在当 可再也回不来了 你不是那个 对呀 对呀 别人错人了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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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嘛 丽姐根本就不想投资音乐 只是借着拍MV的油头 拉拢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现在撤资了 所有的窟窿又弄放了一点 她有可能被告 她这么做损人不利器 为什么呀 因为你呀 她说我对她太冷漠了 这下给健哥惹大麻烦了 那杨静会不会逼你去 不会 健哥说她坚决维护我 她去想办法 那就好 今天最让我暖心的就是健哥 还好你等了我一下午 想吃什么 我健哥 我想吃 披萨 还有冰淇淋 好啊 我请你吃披萨 然后再点一个饭后冰淇淋 我今天来找你真的是有事要说的 边吃边说 走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您点了三种主菜 您不需要头盘汤水果和甜点吗 怎么样 没事我就要这三个 谢谢 还有 你们这最贵的一个鲜榨工具 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 人穷智不能得 就算是免费打餐 也得注意点形象吧 那也没办法 是啊 我们家老板也经常不去我吃饭 搞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多么空能 好不容易扎着一次结婚 那你说我是不是得好好躁躁一下呢 你说你作为我的助理 连点西餐都不会合格吗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 点餐吧 不吃啊 突然间没有胃口 不太紧吃了 我们公司要挖你 让你这么没胃口 倒也不是 就是觉得呢 这一切太突然了 是不是你们公司内部出现状况了 杜总和程老师都很喜欢你的 你别瞎想 那你呢 我也很欣赏你啊 假如我说 让你当过经纪人的话 你们公司会同意吗 开什么玩笑 我还只是一个助理啊 你这个助理就准备一直当下去啊 那也没办法 那要是这么说 这模续被边缘化了 甚至说要离开公司 你也会哼着他们 谁跟你说的 这是我猜的啊 你看啊 上一次星空娱乐呢 也给了我一个合同 非常的合合 这才没过多久 我刚签了怒方 他们又给了我一份合同 还说可以让我修改 我没有变 我还是原来的我 而且只过了这么短的时间 那变化在哪儿 想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郑博旭这边出了问题 你们公司 急需要一个歌手来补充这个位置 恰恰 他们就认为我合适 所以让我来补填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公司会全力地打造我 我说得对吗 这些都是公司商业机密 我也不好随便说 这些都是我猜的 我也没有问你 你也什么都没有说 不过 我是真的想让你当我的经纪人 给你当经纪人我真的是 遗忘的愿意 可现在你看郑博旭这个状况 我知道 你不会在 郑博旭低谷的时候离开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呢 我才想跟你在一起 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你就是那种传说中的 神队友 哪有说得那么好 我也是有私心的 我以后想做一个很厉害的经纪人 我觉得我带过的艺人都能轰 那不是说谁轰我就去贴谁 所以郑博旭现在这个样子 我肯定不能丢下他不管 我理解 郑博旭真是好福建 你这样的人 何遇不何求 可他哪懂这些呀 根本都不知道真心 每天把我往死路上逼 今天我一天给他打了多少个电话 他一个都没接 有什么事带他出来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他干吗非要这样像缩头乌龟一样 他是不是知道了 公司要把他边缘化 或者说 他怕你 躲着你 他怕我这助理 开玩笑他欺负我才差不多 反正我们说定了 如果说 你安置好了郑博旭 就来安置于子瑞 好吧 你好 这是我们餐厅送给女士的冰激凌 来 谢谢啊 你好 这是我们餐厅送给女士的冰激凌 谢谢 谢谢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阴痕不散地缠着我呀 明明是你纠缠不行好不好 你以为我愿意出现在这里吗 有本事你不要想我呀 你在哪儿啊 好吃吗 就是好吃的意思 你的冰激呢挺好吃的 你尝尝 娘 这 这 你放的 雨晗 你干什么呢 两年了 自从遇到你以后 我的生活就变成彩色的了 我知道我一生可以犯很多错误 但我 唯独不能错过你 嫁给我好吗 嫁给我他 嫁给我他 嫁给他 嫁给我他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就觉得很温馨很感动 但我确实一点尴尬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尴尬 觉得感情是两个人 心里的一个甜蜜空间 在大庭广场之下就会 一点点的姿态 你说这答应了还好 但那要是被拒绝的话 他得多尴尬 但是我 还是挺佩服这个男同志的 最起码他很勇敢 如果因为害怕 就不表白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得缺少 多少对美好的情侣啊 两个字 表白 你为什么这么喊了吗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在鼓励我表白吗 那他自己为什么都表白 是不是我想多了 他其实没有特别的意思 服务员 买单 您好 这是您的账单 是这样的 我 我今天出门忘带钱了 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助理 让他帮我把钱送过来给您结账 平常呢支付宝微信什么的我也不用 所以 你稍等我一会儿行吗 没关系 您慢慢打电话 不着急 行 您稍等我一会儿 我 在住院里有一张电话机来 还挂我电话 要不然你还是接了 在住院里有一张电话机来 电话机来 电话机来 要不然你还是接了 我 在住院里有一张电话机来 是不是郑博恤 这次是五天派来的客星的 真的是让不过那魔咒啊 干吗 喂 你刚才为什么挂我电话 大哥 你现在想起来我 今天一天你能干吗去了 你别废话 我现在遇到了点小麻烦 你过来帮我处理一下 你遇到麻烦就找我了 那我找你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麻烦吗 我 我现在是不是给你打过去了吗 你赶紧过来 我现在发你地址 赶紧过来给我处理 什么人哪 什么脾气 吃了炸钥匙 找你惹你了 别生气 没准她真有急事呢 我们刚说哪儿了 说她 然后我还是吃一趟吧 对不起啊 伯伯 没事 去吧 我也不能陪你去 我倒是想啊 拜拜 我回头 这是您的卡和发票 请收好 发现我到时候还你啊 站住 我要严肃认真地给你谈一次 那你跟我来吧 喂 你看看这个城市啊 一切触手可及 就像童话里面的水晶球一样 梦境 但是呢一点都不真实 感觉到了吗 大哥 我这大胖也跟你说的 没有工夫在这儿陪你玩 你知道这几天我找你 费了多大劲吗 你到底回不回公司 好 能不能做什么事情 不要连累别人的 你要不回去的话 我也回不去了 我回不回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几天一直缠着我够了吧 我缠着你 你搞没搞错 大哥我今天这 你看看这座城市 就像一个魔法之城一样 乌延瘴气 什么都看不起 就只剩下 我能看见你 所以吧 我就觉得 你学的吧 有病啊 真疼啊 原来是真的 有病啊 你真疼啊 真疼啊 真疼啊 你要分不清真假 你能不能捏你自己 不要掐我 我说你这个人啊 呆板无趣 天天瞪俩死于眼 都不知道看着什么 你还知道可爱这两个再怎么行 不是被你逼的 你知道这两天我找你 打了多少电话 发了多少消息吗 你就算再任性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 我的劳动成果呀 怪我喽 我没找你呢 你自己不接电话而已 不 有事 我还不能有点我私人空间了 反正你怎么说啊都有理 干脆以后别叫杨真真 改名叫杨真理 好啊 那既然我叫真理的话 你听我的 明天跟我回公司 去录音棚进行一场直播 直播什么直播 我从来没答应说要做什么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的粉丝三天之内 进行一场直播 明天是最好期限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帮你完成 对粉丝的这些承诺 我还不是帮你着想 也是帮你粉丝着想 你看这么多粉丝 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呢 都已经快得相思病了 各个插不撕犯不响的 你也化解一下他们的相思之谷 我只是不想你 随着是你好的意义 你干嘛老跟人类作对啊 大家都是为你好 我跟你说了 你能 你能懂吗 可你知不知道公司 已经快不要你了 这句话憋了一晚上内不来啊 才说出来的 我这不是怕这话说出来打击你 不想你没自信 你看我像是一个 怕受打击的人 你以为我离开了星空娱乐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以为我不唱歌了 就活不下去了 所有人都觉得 你唱歌跟玩票似的 可只有我知道 那种感觉我能懂 如果不唱歌的话 就真的什么都没意义了 你怎么那么良心呢 也是 本来就没有什么资格来要求你 有什么事情 自己闯的货我自己去谈了 你去哪儿啊再聊会儿啊 没什么可聊的了 余子瑞这么晚还给你发短信呢 有事情处理完了吗 还顺利吧 早点回家大暖男 你怎么不嫁给他呢 你再侵犯我隐私 全你还给我 我就回他 你想回他什么呀 我帮你回他 你什么事啊 你这人真无聊 行了行了 别跳了 跟个妈啥似的 你跳什么你跳 给你我回复完了 好 关你什么事 你这人真无聊 好 你这人有病把情绪转换得那么快 不是你让我发了吗 关你什么事 什么什么聊的那个 我都给你发过去了呀 你的话原封不动给你发了 哪儿我都给你发 cet手 是像你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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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怎么了这是 职业进屋了 怎么样 家 你回来就回房间了 心情不好 没事 怎么了 说一下说一下 我替你分担 真没事 肯定有事 你今天不是等于子睿吗 等到了吗 他跟你说啥了 都说没事了就别问了 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你小说说再说吧 那你早点睡吧 今天没有能让郑伯旭进行直播是我的事物 没有完成好工作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怎么那没有然后呢 你不是总有很多后续手段吗 你招呢你跟这说话我听听 真没了 杨珍珍 这不像你啊 你这不道行和不仔细的劲儿去哪儿了 这就是小剑投降了 你不是说要从每件小事做起吗 没做到啊 我尽力了 可能说我能力不够吧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随便答应粉丝的 那可不行啊 你对不起解决不了问题啊 你到时候粉丝找上门了 你顶着吧你顶得住吗你 杨珍珍 杨珍 你怎么了 挺点凶别搭来个脑袋 这点事都把你给难住了 不像你啊 找到薄序本人了吗 他明确拒绝直播 那现在赶紧考虑怎么跟粉丝解释啊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你先回去 那有什么吩咐在叫啊 嗯 你说这丫头怎么了 怎么跟打了双似的呢 太尽力了 这要是搁你 你有百分百的把握说服薄序吗 你还真别说 这事还真就杨珍珍那劲儿腾治了 郑薄序你知道吗 你还放她走 你说杨珍珍跟郑薄序他俩是不是 有点累的 累什么呀 你别胡说八道 你一大老爷们弄得跟糊涂大妈似的 那么八卦 不是我随便一说 你跟我急什么呀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你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啊 什么该说我 我不知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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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杜总 是这样啊 我跟陈总呢商量过了 余紫睿这边的合同呢 我们可以再放宽一些 麻烦您转告她 好呀 我昨天还看见她了 那她有什么印象吗 她跟我说她想 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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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她跟我说 她想把这件公司的事情 处理好我就过来 不然 朋友之间会为难 嗯 不错 倒是一个稳妥的 行吧 那边有什么消息 及时跟我回报 忙吧 处理我 喂 喂 这模续开始直播了 啊 真的 太可惜了 我看看 我看看 没错 这模续 真的真的真的 拿出去看看 我告诉大家一个拖地的小秘诀 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拖地的时候 往水里放一点小苏打 擦完地之后地会变得又亮又干净 你们以后未来我找了女朋友 我告诉你们以后未来我找了女朋友 我一定天天给她感悟 因为我爱她 再就是等会儿呢 我会有新歌跟大家分享 记得把手机充电 好 好 好 我是赵老师 你们猜猜我在干什么 没错 我现在正在直播做菜 我做的这道菜呢 它叫做 戴森的地瓜 这才五分钟 光看的人马上快超一百万 这人气真是旺 厉害 看见没有啊 我郑伯旭不仅会唱歌跳舞演戏 我还会做戴森的地瓜 就是这个 给你们尝一口来 真的 我知道你们都特别想吃 我就是不给你 你又本身从截图里钻出来呢 这个郑伯旭还挺能搞怪的 直播人期很高嘛 我听说有个粉丝好像送过他 十几辆游艇 粉丝经纪嘛 全靠这些疯狂的小孩 你不要看啊 郑伯旭这种流量明星 光是靠这些粉丝 能挣不少钱的 什么意思啊 后悔了 我看你啊 可能是被你们家 那个杜总洗鸟了 不过他不同意卖掉 郑伯旭只有五个字 跟我对着干 杜总他就根本没有这么想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郑伯旭网络直播人气这么高 咱们好好运作一下 没准还能翻盘呢 天昊是这样 投资我们要看收益 但更要看风险 他现在你看 你看起来可能像个聚宝盆 但其实他是个火山口 他随时都有可能 喷发岩浆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从长远上看 卖掉郑伯旭 有愿意接手的吗 有啊 价格不高 那不行 传言出去多难听了 太丢脸了 要不再等等吧 大不了却藏他 这么大一个公司 养一个闲人 还是养得起的 我觉得呀 从这个事一开始 你就没打算要卖掉他 自从我们出了这个方案以来 你每天跟我推推散散 推推散散 完全地不积极 你知不知道我在他身上 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精力啊 我就不能继续行 我不想说他的事情 我不想生气 对了 我听说啊 杜总现在找到了 一个好苗子 正在准备挖 其他经济公司墙角呢 这件事你可帮我呀 因为我现在娱乐圈 什么资源都没有 你赶紧也帮我找 这我管不了啊 当初你们俩 争着要做艺人开发 我就说过 各管一单 各凭本事 两边我都不查 自己找就自己找 就像我展不着够似的 同志们 刘总请客了啊 人人有份 快过来分一下 请过去直播 刘总现在可以放心了 刘亦南那么空吗 竟然请客先发客 真难得 震震啊 刘总特别嘱咐 要给你杯最大的 外加一碗 蛋糕小点心 这可是独一份的 特殊待遇 谢谢啦 客气了 慢慢吃吧啊 要回起宣布 对呀 很奇怪吗 现在政府去手上 又没有通告 不需要助理 你回起宣布不是正常吗 再说了 你不是一直不想 给他当什么助理吗 这不是正合你心愿了吗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啊 公司是不是真的要放弃 周伯旭啊 有的 但是 哈 潘 我 不是 碼 去 你看 有的 就 你 是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